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重點來了 我自己有掃脫機器人 可是它一樣會有 沒有辦法清潔到的空間 譬如廁所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樓梯間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陽台也好 或者是我的車庫也好 這台LG A9TS 那它就是濕脫無線吸塵器 非常非常讓我心動的一個產品 但是因為很貴 所以想了很久 好我們大家來看一下 它的氣旋很厲害 然後還有自動集塵 這個是我覺得最棒的地方 接下來兩顆電池 兩顆電池 一顆可以放在主機上 另外一顆放在收納盒上面 也有一個坐沖 我覺得蠻厲害的 然後接下來是蒸汽 蒸汽這邊有60度 然後接下來是 它跟Dyson一樣 我覺得很不錯的地方 都是它有標配LED燈 它的燈四顆燈珠 看上面 對 四顆燈泡 它超薄的 2.5公分而已 來開箱吧 OK 我們剛才已經大致上拆槍完畢了 那現在開始來正式介紹 這些哩哩扣口的配件 然後我現在首先看一下 這主機盆底 我覺得這蠻輕的 這邊有個細節 你有沒有發現 食指可以在這 然後食指跟中指的中間 這邊它有做一個 感覺很像板機 對 它就是一個板機 要扣板機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它蠻聰明的 少了這個是握緊 可是如果有這個 我就可以Hold住 所以其實 這是一個 你人體力學 你就會想要去Hold它 然後接下來 你看到這裡 一樣會有電量 然後有Off 加減強弱 然後有Wi-Fi 它這一張小卡 就是教你要 異物堵塞的時候 還有要如何清洗 因為它有一些配件 是可以隨洗的 蓋子這邊有一個 直行的濾網 但是我不確定 它可不可以換 可是 可以耶 它其實這邊 都有一個說明圖片 那它就會教你說 要怎麼去更換它 但是今天我就不拆這個 在這裡 這邊有個卡扣 按下去之後 我看一下 如果很簡單 我就拆給大家看 如果很難 我就先不要拆 欸 按下去之後 轉動它 這也可以隨洗喔 隨洗耗材 就可以生很平靡 然後接下來 轉動它 聽到啪一聲了嗎 好 按下去 往身體轉 解開 然後接下來 它有個防呆 這裡都可以看得到 它這裡有一條線 然後這上面有個黑點 就對準它 黑線跟黑點 然後就轉 啪一聲 OK 好 到了這裡 一樣 它這邊有做膠條 可以讓你 感覺是很密封的感覺 好 黑線 黑線跟黑點 往身體轉 就卡住了 LG的字樣 就是正常的 然後這裡也有一個濾網 這邊也是一個濾網 套回去 它給你兩個 上面都有寫 水龍頭 水龍頭可隨洗 我覺得它最貼心的地方 是你看喔 就是按一下 打開 它就垃圾掉下來了 可是當垃圾 或頭髮 或灰塵 那你有時候吸到的東西 它是有濕氣的 有水分的 它一定會卡在這些垢上面 因為它就是 你的垃圾 你的灰塵 進來之後 就會在這裡 它就集中在這裡 對不對 然後在這裡旋轉 好我要看喔 你看喔 這裡居然會有一個很像 像刮刀的概念 這種刮刀 它可以把多餘的垃圾往下 這樣就非常乾淨 這個真的是非常創新的一件事情 我們看一下 完全沒有看任何說明書 馬上就找到方向了 哇 感覺很不錯 拿下來的時候 一樣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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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有卡扣 這邊有卡扣 然後 好 聽到聲 蹦回去 蹦 質感很好耶 你摸摸看 帶霧殺的 這個質感很好 到目前為止質感很好 因為其實我必須要坦白講 如果你要質感好 你就是大量用金屬 但是大量用金屬 這台機器重不重 一定會很重 那你就會覺得使用上不愉快 這邊都會有一個按鈕 按鈕在這裡 這邊按壓 這邊按壓 可是我覺得其實有好有壞耶 我剛剛在按這個時候 我就覺得它比較沒有那麼的堅固 必須坦白講 好 那這跟Dyson的牌子其實差不多 就轉回去 這應該就是吸一些沙發 那一樣都有做防呆 它這一樣都有做防呆 龍毛在這裡 膠條在這裡 你如果有養寵物的話 可以吸那個寵物的毛 對 寵物其實都是會用這一種 按下去的時候彈開嘛 轉開 抽起來 裝回去的時候 裝回去的時候 是直接往上推就好 就搞定了 OK 這邊一樣透明的 可以看得到 不知道有沒有燈號 我等一下晚一點來測試 好 這個我通常 吸頭部分其實坦白講 是有點少 但應該夠用 感覺可以擴充 因為它這裡有一個 卡扣套件的一些軌道 應該是沒有含在這個原廠的套處 OK 這個真的不錯 這個其實我們就最常用 因為一般的複合式木地板 這是龍毛的 這個很薄 真的很薄 那一樣做一個防呆 這邊打開 打開是要按壓 好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 可是我有點害怕 這個按壓的感覺 總是讓我覺得 唉唷 唉唷 這個很聰明耶 直接做分離的 很多牌子都是要這樣抽起來 可是抽起來我覺得 塞回去的時候使用體驗不好 那這有可能會卡一些毛髮 有可能 我把它接上去 看得到嗎 接上去 有看得到燈嗎 有 很炫耳 還不錯 這個你有沒有發現很薄 很薄的情況下 沙發有沒有 就可以這樣下去 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其實 我比較會擔心的一件事情是 它這邊是塑膠管 它這樣折之後 這搞不好會破掉 那不知道它能不能總成換掉 就這個 如果它這樣 常常拗 常常這樣伸展的時候 它會破掉 拔開 我覺得就GG了 重頭戲來了 吃拖蒸氣 拖把頭 比較可惜的是 通常配到這個單價 你一台主機已經三萬多塊 網路上供訂價三萬八 它沒有辦法自己烘乾 沒有辦法自己洗拖把 我是不是用完之後 我自己還要去洗這個拖把 如果今天是用嘔吐 會不會很可惜 小朋友的尿呢 對不對 寶寶的不小心大小便 寵物的大小便 你就 不過也有個好處啦 就是 至少我不用彎腰嘛 那這邊一樣都設計有魔鬼棧 這是防呆設計 魔鬼棧齁 遲早會有個 因為我常常洗車打蠟 這個啊 我常常這樣濕濕濕 到最後魔鬼棧老壞了 就整個都會濕下來 所以這應該也是耗材 反正你看到這裡 就十字轉下來就好 你會看到這裡 也會有個吸口 這邊也會有個吸口 這邊比較大 這邊比較淺 所以代表說 有一好沒兩好 當如果我們啟動 我們啟動蒸汽類的 濕脫的時候 其實必須要講 是以脫為主 那吸只是沒有 那麼大顆粒 或者那麼髒的環境 因為其實你只要有 保持一定的吸 搭配燒地機器人 那你脫其實你本身就是 等於是脫地機 對 脫地可以百分之八十微幅 吸地的部分百分之二十微幅 那這個就是百分之一百全吸地嘛 所以你會發現它開口的大小 是完全不一樣 功能不一樣 然後這個比較厲害一點是喔 你看到這裡 按壓下去彈起來 真的用什麼你知道嗎 狗醬你才真的用什麼 不知道 有沒有看到這個兩杯 這個兩杯 好 那就代表它一定會有一個地方 注水進去 對沒錯 好我找到了 在這裡注水 它是一個水箱 它也是一個蓋子 那你把水就到進這裡 就到進這裡 所以這個時候 你千萬不要用什麼洗碗機啊 什麼地板精啊 NO 你頂多就是用的 頂多用的漂白水 或者是用一些精油 這樣就好了 OK 就是這樣 我把它蓋回去 這個東西 我這邊覺得很像那個機器人 有沒有 指揮艇組合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好 這邊有電源 這邊有蒸汽按鈕 這邊有卡扣 好 一樣按一下 拆一下 我完全沒有看任何說明書喔 所以 它這次的設計啊 就會蠻成功的 當然 因為沒有買過韓國的高級電器 所以之後 可能時間就會證明 時間就會證明 時間就會證明 它耐不耐用 而且它集成帶是超高級的 這裡還有一個橡皮圈去密封它耶 你看我的手 手指頭在裡面 有沒有 看得到嗎 OK 呼 拉開 就變這樣 這集成帶蠻高級的 插上去囉 插上去囉 不知道它會出現什麼螢幕 哇 好有質感的音樂喔 它這裡有排空灰塵 備用電池 然後UVC紫外線殺菌 就針對集成盒 這點真的是超球 自動模式 就是時間到了之後 可能它一個週期 一個禮拜或一個月 它就自動幫你做集成的動作 可是如果按照是我比較貴嘛 我可能每一次進去之後 我都會集成 集成 我就刻意啟動這個UVC 用紫外線去殺菌 殺我的灰塵跟垃圾 OK 好 一樣做方帶 它這邊都有做卡扣設計 遠的平的 好 插上去 有 備用電池馬上就亮燈了 就代表它在充電 好 那如果假設我現在做這個動作 我裝這個 一般的 這裡有兩個金屬 就代表這樣 然後這邊是集成設計 所以你看它這邊有鬆動 所以它應該是會自動幫我 把這裡這樣打開 它應該會幫我做這個動作 然後就吸進去 啊我現在就掛上去囉 好 掛上去之後叮叮叮 好你可以看到這裡 有寫UVC加亮燈 那就學你喜歡的那一面就好 好 這邊有個集成 我把它抽下來 抽 這裡 你有沒有發現它有做一個防呆 開 這個卡榫掉下來之後 你門就關不起來 所以你也不會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 你忘了裝集成袋 吸塵器 它啟動了集成的功能 然後垃圾掉下來 然後它這裡一樣有做一個濾網給你 這也可以隨洗的 這裡也有一個濾網 這應該都可以隨洗的 欸對 都可以隨洗的 打開 就這樣扣在這裡 很厲害 扣上去 完成 搞定了 實際來操作這個水杯啊 就是從這裡打開 然後一直咕嚕咕嚕灌進去 所以它裝上去之後是這樣子 好 開始 我剛剛在使用上的時候 發現有幾個不錯的一件事情 它的吸地跟拖地是可以分開使用的 所以我只要按下電源 你看喔 我並沒有往前滑對不對 可是它一直把我往前帶 然後這時候 我剛剛做了一件很傻的事 我一直忘了去關這個 開跟關 水量的大小在這裡 要記得 好 我現在用最小的水量 因為它水量是 你按過去之後 你要再按用力一點 它等於有 每一個開關按過去之後 你要再 它有一個防呆設計 所以你要按兩下 才是確認你的那個水量 然後如果我要吸地的話 我這裡就按加減 可是基本上我不太需要吸地 然後就這樣讓它帶 很省力 很省力 真的很省力 有一種 熱熱的感覺 水用多一點 欸地板真的熱熱的耶 這裡有 有個垃圾 有個通法 我現在切到最小 現在用第一段 濕塵器 就是 欸 好 好 你有沒有 你踩它刷過的地方 你會覺得地板熱熱的喔 有沒有 我刻意讓你 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地板熱熱的 有 好酷喔 來 你跟著它走 這邊是我們的廚房 那你看 我就是 很低的角落啊 這邊掃地機械 這種 它都掃不到 這裡是我的廚房區 所以 好 因為我都用掃地機械 可是 其實 哇 這個真的好厲害 它這樣轉其實還 它自己 這樣真的還蠻省力的 其實我沒什麼在動 這裡有頭髮 看到有頭髮 看到有頭髮 就打開 吸一下 對 然後它 它有一個 它會把我 往前帶 其實拿起來是蠻重的 這樣垂直拿起來是蠻重的 可是我現在只要按電力按下去之後 它就自動開始 前面就幫我加溫 然後 整台機器會往前幫我帶進 就很像是一個小顆馬達 讓我操控很方便 是 你看到嗎 它的吸力 可以調節三段 然後 我覺得很棒的地方是 按住之後 可以調更長 它這個吸頭做到很厲害 就是它這邊做比較寬的 所以很多都只有做寬的 沒有做到這個窄的 所以我在吸這個時候 Dyson基本上是卡住 幾乎吸不去 而且我必須把Dyson的全出力 塞到最強 它也沒辦法靠到底 這個套件 它其實是可以碰到底板的 我覺得它設計這個真的很好用 而且 如果縱使我是用滾輪的話 我在用滾輪 就是Dyson有一個做 也是跟剛剛一樣的 是寬口的那種滾輪 吸塵頭 是吸不到這裡任何東西 可是LG的 確實在這裡刷的時候 都可以吸得到 然後如果真的吸不到 我就用這個套件 就可以完全清乾淨 這一點真的是非常厲害 然後我覺得在使用上的時候 要特別注意兩件事情 第一個是你吸完之後 這邊有時候還掉屑屑 我不會當下就把這裡馬上關機 我會讓它空轉個3到5秒 把剩下來的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它的管徑 做比較大什麼之類的 我不知道 它可能就比較容易掉屑屑下來 那可是很神奇的是 同樣在吸貓砂 它比較好吸進去 可能是它的開口做比較大 可能是它這裡的開口做比較大 我覺得這是比較特別的地方 這個是濕脫的部分 那如果我啟動吸塵的話 你會發現這裡白白的 它就是會有灰塵跟污垢 這個地方是我可能真的 也沒辦法避免掉的 然後使用完之後 這個保養會需要比較多 這要切STOP 要不然有可能造成極限破損 然後前面的水箱 你要把水箱蓋打開 讓它通風 不然怕它臭掉 抹布的部分 清洗都還算簡單 就是揉一揉洗一洗 掛在那邊 24小時 基本上不太會乾 可是你可能還是要 一天半的時間 才會乾 OK 好 使用上的話真的 還蠻舒服的 然後 東西收納都很乾淨結結 這一次坦白說用到LG 這一台A9TS 我覺得還蠻滿意的啦 對 OK 掰掰 你有沒有發現我家的貓 根本是愛吃 吃到有吸塵器完全 都不會想到 對啊 你看 看一下它而已 哈哈哈哈 就這種感覺 一乾燥 不是 有